这是自小生活在孤儿院的女孩 第一次见到即将收养自己的美国爸妈 这时 年纪上小的女孩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听到这完全不同的语言 名叫格格的女孩显得有些迷茫 但这可爱的模样 显然是再次俘获了杨妈妈的芳心 与孤儿院里大多数孩子不同 格格并不是被遗弃的孩子 只不过她同样命苦 在三个月时 亲生父母就出了车祸 家中只剩下在强保中嗷嗷逮捕的格格 美国父母了解到格格的遭遇后 当即想要收养这个可怜的孩子 这对夫妻都是企业家 公司开得很大 经济实力雄厚 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长成了大人模样 十分想再有一个可爱的妹妹 经过审核 工作人员了解到 这对夫妻非常有爱心 家中的三个孩子有两个都是领养的 因此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他们都符合领养标准 所以 很快通过了两人的申请 美国夫妻满怀希望地来到了中国 为了能和格格快速亲近起来 杨妈妈不仅学了几句中文 还特意带来了可爱的玩偶 以及童话故事书 但是 猛然间看到满脸胡插杨爸爸 格格格还是被吓到嚎啕大哭 最后还是杨妈妈哄好了他 格格格也毫不抗拒地 窝在杨妈妈怀里 感觉到女孩对自己的亲近 杨妈妈忍不住亲了亲 格格格肉嘟嘟的脸颊 而后还不断用眼镜哄格格开心 这时 一直处于掉线状态的女孩 终于露出了笑脸 杨妈妈的用心程度不止于此 在办理领养手续时 她害怕格格到了美国 不适应环境 还特意询问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该怎么哄格格睡觉 以及格格平时有哪些习惯 喜欢吃什么零食 此外 美国父母并没有着急带格格回去 而是带着格格又在重庆玩了几天 为她挑选了许多漂亮的衣服 还去了不少景点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女孩待在他们身边时 已经不会再哭闹着 找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美国父母知道时机已到 带着格格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来到美国后 格格姐姐们也对她表现出了万分的欢迎 格格格也逐渐接纳了 这些跟自己拥有不同肤色的家人 不过 格格格最喜欢的还是杨妈妈 不管正在跟谁玩耍 只要杨妈妈出现 格格都会第一时间跑过去 通过家庭影像可以看出 与最初相比 格格脸上的笑脸多了起来 性格也越发活泼 这是出生三个月就父母双亡的孤儿 第一次看到即将领养自己的杨爸妈 但是 她显然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尤其是看到满脸胡茶的杨爸爸 女孩被吓到嚎啕大哭 还是杨妈妈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玩具 才让女孩的脸色由阴转情 在交接完领养手续后 杨爸妈将格格带到了美国 这无疑是个有爱的大家庭 不仅是父母 格格姐姐们也非常宠爱格格 经常跟格格一起玩 大家给格格买的玩具 更是堆满了整面墙 令人惊喜的是 在相处过程中 格格已经不再害怕满是胡茶的杨爸爸 有时在家里看不到杨爸爸的身影 他还会四处寻找 父女俩在一起的场面非常温馨 身处在这种环境中 格格渐渐开朗起来 并且学会了许多简单的英文单词 经常会自顾自地念着爸爸妈妈 只不过 他许多时候还是听不懂杨爸妈在说什么 在去往游乐园的路上 格格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抵达现场 感觉到热烈的气氛 格格才知道自己在哪里 瞬间开心起来 乘坐旋转木马时 杨妈妈担心格格会摔倒 还贴心地站在一旁守护 一家人玩了一个上午 吃午饭时 格格对着摄像头露出了大大的笑脸 语言不通的窘境并没有持续太久 格格年龄上小 语言学习能力很强 每次杨妈妈在旁边为他读小人书 他都能学到几个单词 很快 格格可以对着镜头说出长句子 并且跟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见此情景 杨爸妈也想格格多交些朋友 他们将格格送到了幼儿园 跟别的小孩不同 或许是感觉到了成辈的爱意 格格上幼儿园时 从没有哭过 老师对格格的评价极高 说他融入得很好 对同学非常友善 不仅如此 老师还夸格格擅长运动 打篮球打得不错 听到这话 杨爸妈极为开心 在空闲时间 杨爸妈经常带着格格出去玩 多数时候是去海边 通过录像机 他们记录了格格的不同反应 最开始踩到沙子的害怕 到最后撒欢般的四处乱跑 有时他们会坐游艇出海 有时会坐越野车 去动物园观赏野生动物 这些都是日后的珍贵回忆 很快 格格迎来了第一个圣诞节 他会帮杨爸爸布置圣诞树 帮妈妈准备晚餐需要的食物 还给无法感到的其他家人 打了视频电话 到了晚上 一家人坐在一起拆着礼物 气氛再次温馨起来 这是杨父母第一次教收养的 中国女孩说英语 女孩那呆萌可爱的样子 瞬间俘获了杨爸妈的芳心 此时 这个出生三个月就到了孤儿院 成长到两岁的女孩 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完正式手续后 杨爸妈将格格带到了美国 最开始虽然语言不通 但格格能感受到家人对自己的爱意 因此 他不再默不作声 反而成了小画牢 在全英文环境中 格格展现了出众的语言天赋 很快就上了幼儿园 跟其他小朋友交流自如 有时候 身为企业老板的杨爸妈 需要处理公务 这时 他们会将格格带到办公楼 在偌大的办公室中 格格的身影显得极为瘦小 不难看出 杨爸妈确实很有经济实力 格格也被他们宠成了小公主 格格觉得天鹅舞非常好看 杨爸妈就给他置办其装备 送他去学跳舞 虽然是初学者 但格格已然跳得有模有样 此外 虽然格格爱穿公主裙 但性格里还有非常男孩子的一面 每次杨爸爸在组装东西 他都会从旁围观 有几次甚至想自己动手 而且 格格还热爱运动 杨爸妈经常带着他徒步登山 游泳 高尔夫也是格格的拿手绝火 现如今 回看格格被收养之前的录像 那个见到陌生人就一言不发 懵懂的女孩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对着镜头也能毫不扭捏 大方做自我介绍的女孩 由于经常做户外运动 格格的皮肤黑了不少 但他本人对此却毫不在意 毕竟小麦肤色是健康的代表 长大之后 格格有了新的兴趣爱好 那就是拍戏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导演或者演员 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以猫咪为主角 拍摄了一部充满悬疑色彩的微电影 杨爸爸也在里面充当了配角 从镜头中可以看出 几年过去 这个男人苍老了不少 但他对格格的爱 却始终没有改变 还愿意陪格格做想做的事 这不免让人动容 事实上 格格的事情并不是格力 还有许多因为生病或种种原因 变成孤儿的小孩 他们同样是在孤儿院生活时 被美国父母领养 从此过上了新的人生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出了意外 无法照顾孩子 这种情况自然让人惋惜 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 那么身为旁观者 只能希望每一对夫妻 在成为父母前都要做好准备 而不是在孩子出生后 开始后悔 选择生而不养